《007》系列电影《007》之间手指 女星塔尼亚·马雷特驱逝 享年77岁 《007》发飞公布了这一消息 但关于这位英国女演员驱逝的细节信息 并没有过多披露 英国女演员马雷特 1941年5月19日出生在英国布莱克普 父亲是英国人 母亲是俄罗斯人 同时也是海伦一伦父亲的妹妹 她16岁作为模特出道 上世纪20世纪560年代 在体型台上取得巨大成功 在2003年接受《007》粉丝网站MI6的采访时 马雷特透露自己获得帮女郎的角色 是因为有人把我的照片发给了制作人 我相信那张照片是Henri Klein为Vogue拍摄的 我穿着比基尼承在岩石上 其实在金手指之前 马雷特曾经参加过《007》这《来自我的爱情》的试镜 最终输给了意大利女演员丹尼拉比安琪 在肖安卡纳利主演的《007》之金手指 《1964》中 马雷特饰演《猫女郎》 Tillie Nelson 该角色为了给妹妹复仇 死于爱用当年礼貌杀人的《old job》之手 同样是在与MI6的访谈中 她还谈到自己在《007》之金手指之后 就决定作为一名模特 她说那个世界让她感到更舒服 拍电影是有趣的经历 但我觉得小工作间里只有摄影师和助理 让我感到更舒服 而且拍摄期间的显示令让我感到愤怒 太可怕了 我接受不了 我的生活会是这样 为了避免发生事故 我被禁止欺骂 还又不准出国等等 在那次采访中 她还表示自己出演 金手指其实是巨大的牺牲 最开始 我每周的报酬是50英镑 我后来设法将只提高到了150英镑每周 但即便如此正当 仍然没有模特一天正的多 所以拍摄金手指的六个月是巨大的 牺牲 我头发想监有什么事 爹地说 我爱你 帮你 我恋不作词 我恋不作词 我身体不作词